得到教导,得到享受 今天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不要追求那些浮夸的那些词汇 今天我们就用一些最实在的词汇 要让弟兄姊妹大家对深奥的道理都能够明白 要说得清楚 今天更不好的呢,就是说明明很简单的道理 故意的要把它哲学化,神学化 等到一神学化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变了什么 大家不懂,其实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而是不懂这些词汇 然后我们说,就需要有人来先教你这些词汇 等到你把这些词汇学会了 你懂得的那个道理,其实你早就懂 可能这就是今天很多一些神学教导的奥妙 我绝对不是反对神学 但是在神学里面确实有一些弊病 神学往往是把一个内容往哲学带一边拉 这样就表现那是神学 不再是好像只是圣经一般的道理 因为今天在很多人的误会里面以为神学高过圣经 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高过圣经的 今天如果神学脱离了圣经 自以为高过圣经 它的那些内容必然那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神学只能在圣经的里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教会的事工一开始会说梦 当羊群来到我们这里 当弟兄姊妹来聚会 你知不知道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梦 这个梦是什么他不一定说得清楚 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像我们讲完了道 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来会跟我们说 哎你今天讲的道真讲道我的什么 心里了 对不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需要 你怎么会讲的就是我所要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有什么本事 真正我们从神那里领受 所必须要能够做到 今天我们说要做一个牧人 就是没事的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要做一个说梦 解梦 这样大一礼能够说梦解梦 先把信徒心中的困惑指出来 然后 按圣经 给予 解答 这就是良善的牧人 一个良善的牧人就不会炎炎虾制羊群 我们一同来念第17节 主人说 好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力管事做成 对 一个良善的仆人 他一定又是忠心的 今天耶稣称赞那一个 这个一定银子赚十定的 一定银子赚五定的 我们说 那因为他们忠心的工作 那一个一定银子都没赚的 耶稣没有说他良善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 忠心 有见识 良善 并不是好像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分 我们中间谁是忠心的 谁是有见识的 谁是良善 这是一个统一的要求 今天对我们来说 每个人在这三方面都一样的要做到 要做一个良善的牧人 其实良善的仆人 也就是良善的牧人 我们在因为讲到这个牧人 我们就用良善 所以说一个良善的牧人 首先就是存着柔和谦卑 存柔和谦卑的心 存柔和谦卑的心 这里面我也是举三点 我们应该怎么样 有柔和谦卑的心 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 我们一封来念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原来 借着圣经 祢是异能 我们知道 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 有一部分的信徒 他们是过分的高举保罗了 自称书保罗的 但其他的更多的一些信徒怎么样 反对保罗 所以我们知道 哥林多的教会 这里面对保罗有很多的造谣的 诬蔑的 不识支持 其中有一个就是 反对保罗最有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保罗你不是使徒 在初期教会怎么样才配是使徒 跟过耶稣 你保罗你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好像你能说会道 你有知识 因为耶稣其他的使徒都是 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 你保罗你有知识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你都没跟过耶稣 今天他们是使徒 你就不是 而保罗怎么样 保罗不是为了要表明 我也是使徒 我了不起 保罗为什么要 一定要争他是使徒 因为如果他不是使徒的话 他所讲的道 没有权威 那是确实 你不是使徒 你讲的那些道理 那就应该怎么样 要根据当时其他的那些使徒 为什么保罗不能说 跟其他的使徒 在当时完全有一致的看法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外邦人 在信耶稣的时候 要不要受个礼 外邦人是不是先要做犹太人 然后才能够信耶稣 保罗是绝对坚持 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 完全一样直接到耶稣那里来 而当时的那些使徒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 即使彼得都是在一个动摇的中间 他知道外邦人可以这样做 有这个权 已经耶稣做成的 外邦人可以进到耶稣那里去 不需要先做犹太人 但是他总是有这么一个犹太人的习惯的传统 我相信当时其他的使徒 可能也都会有一些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些事上 他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保罗要限出自己使徒的凭据 让这些哥林多信徒都承认 保罗就是使徒 这样保罗所传的那个道 他们就能够接受 保罗不是为了要争名争地位 但是我们说人不是那么容易听的 保罗在这里 他的经历今天对我们来说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困到 今天弟兄姊妹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教导的 如果弟兄姊妹他们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是需要用百般的忍耐 我们才可以让他们听话 换句话就是说 羊群不是那么像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听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忍耐的心 要有耐心来帮助他们 其实我们知道连我们自己也都是一样 我们信耶稣也不是那么容易信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弟兄姊妹是很容易的 有些可能也是经过了人长期的劝才转变过来 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转变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转变了 也是经过人耐心的教导 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的天赋比较笨的 人家教导一次两次我们还不领会的 我们需要多次的来听 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 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耐心 今天只有一个良善的牧人他能够有耐心 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说脾气比较急躁的 我讲了几次你都没听 我讲了几次你都忘了 或者说往往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急躁的脾气的 今天我在这里不是讲别人 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有这些缺点 我们说不管你是好心还是坏心 今天如果说我们过分急躁了 我们就很容易 往往我就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住 非常忠心就是脾气急躁 到最后很容易造成风门别类 很容易得罪弟兄姊妹 最后那些羊群他不喜欢跟你 为什么你脾气太过急躁了 没有一个温柔柔和谦卑的心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良善的牧人 就要用百般的忍耐 要用百般忍耐 现在墨羊羊羊群 羊群可能不那么容易听话 羊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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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羊群 一时他们不能接受这些教导 我们就把他们丢到教会以外 我们常说那就是向那个妇人 失落了一块钱 今天我们说 我们的责任要耐心的教导 要耐心的教导 更不要轻易的定罪 几次教导以后不听 就定罪了 就把他开除出教会 个别的工人有这种做法 我相信大多数的 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